在半导体业者营收盘高峰也让台股起因三大王 我们来看看营收进额的前三大公司是哪几家呢 洪海拿下第一名 第二名则是台积电 第三名是何硕 表现相当亮眼 而至于电子零组件的业者呢 他们税后的净利有达到了八千多亿 对制造业的获利成长贡献很大 那么个体的财报税后净利前三大 第一名则是变成了台积电 总共有五千一百七十九亿 还占了整体制造业的百分之三十二呢 而洪海拿下第二 联发科四百零九亿 拿下第三名 至于研发王 还是台积电 这个冠军当之无愧 因为投入了一千零八十六亿 占整体制造业研发费用的将近两成多 真的是贡献最大呢 不过呢 最近很好呢 这细晶元大厂环球金 怎么第一季财报 看起来有一点点要哭要哭的 合并营收有148亿 不过因为受到了美国暴风雪 跟日本地震的影响 获利其实是减少的 美股盈余是6.18块钱 季减超过了两成 这可是近13季以来的新低数字 而台湾大哥大也是分派现金股息 121亿 今年美股现金股息是4.3块 同样也是九年来的新低数字 当然是几家欢乐 几家愁 不过这两天台股陷入了高档震荡 散户们大家是叫苦连天 就市场矛头就指向了 是不是因为当冲真的太过猖狂了呢 感觉好像堵卓似的 那么就有专家都说 其实呢 当冲交易量比两年前来看 的确增加了将近快要三倍 不过是不是真的会对股市 造成这么大的冲击 恐怕还要看大盘 台股早盘反弹 尾盘急杀 上冲下洗超过200点 又是个散户苦哈哈的常态 外资没有出现明显卖超 市场点名当冲太猖狂 就是元凶 钱格奎也重炮批评 已经实施4年多的当冲降税措施 官方一旦再延长 恐怕将让台股向赌场 还有一段时间也不是现在就一定要做决定 到年龄就可以了 但是台湾的股市是大家在制度上发展起来的 那是不是要用一个税 就把它形容成为一个赌场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再斟酌的 不只官方信心喊话 投资专家也认为台股本周波动剧烈 主要是受到疫情和国际股市影响 再加上涨多族群获利回吐 不该把活络交易的当冲措施 和股市震荡混为一谈 偏多头的状况下 你进场会比较稳定 再来是第二个 你也要挑对产业族群来做当冲 那你的胜率也会高一点 假设你是挑比较近期相对弱势的 比如说电子啊 比如说IC类股 这近期可能比较弱 那就会比较风险高 专家提醒资券当冲要负担借券费 现股当冲逐渐成为主流 不留仓赚差价的做法 在股市一路向上过程中 市场接受度越来越高 从本周当冲交易买卖占比 一度激增到三成多来看 散户爱当冲 贡献不少台股成交量